歡迎來到五間氣象時間 一起來關心天氣 先來看到在台灣的東南方海面上 已經有一個熱帶性低氣壓生成了 那麼接下來它會朝著西方來前進 那最快會在周日就升格為 今年第22號颱風命名為耐格 雖然說 它不會直撲台灣 但是它的外圍環流 就會為台灣帶來水氣 不過今天上半天還不會受到影響 今天上半天的天氣型態 跟昨天還是比較接近的 主要是在陰風面的北部 還有東半部地區 會出現一些局部性的降雨 但是整體的雨勢不會太強烈 可是到了下半天開始 因為受到了熱叮壓的外圍環流影響 水氣會增多 我們可以看到呢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的雨勢 可能會變得更加明顯 甚至降雨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而且雨勢也會比較長 像是在基隆北海岸 大台北山區 宜蘭還有花蓮 都有可能會出現局部性的大雨 提醒大家外出的話要特別留意了 至於今天的溫度方面呢 各地低溫普遍還是落在20到23度之間 那麼白天開始整體的溫度有稍微回升 尤其北東是回升不少 最高溫可以來到28到30度之間 中南部地區則是31、32度 整體感受上比較溫暖 不過提醒大家了 日夜溫差依舊偏大 請大家針對這個溫度的變化 來調整自己的衣物穿著了 而這個週末會持續受到這個熱帶性低氣壓的影響 因此在迎封面的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依舊是有直步大雨發生的機率 至於中南部地區呢 因為水氣雲量變多的關係 山區也會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接著我們透過圖卡 一塊來關心今天各地更詳細的溫度預測 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基隆24到26度 台北25到28度 新北26到28度 桃園25到27度 新竹苗栗最高來到29度 上半天還是晴道多雲 中部地區 台中27到31度 彰化26到30度 南投27到31度 雲林26到31度 嘉義27到31度 也是多雲道行的天氣形態 南部地區 台南28到31度 高雄29到32度 屏東29到33度 下半天之後 水氣會增加一些 東部地區 宜蘭25到26度 花蓮26到29度 台東27到30度 要留意入夜之後 可能會有直步大雨 外島地區 廉漿22到24度 金門24到28度 澎湖25到27度 小丁寧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入夜之後 會受到熱低壓的外圍環流影響 因此北部跟東部地區 整個水氣增加 可能會有直步大雨出現 另外雖然說 溫度稍微回升 不過早晚依舊偏涼 請大家要多加注意 以上是為您整理的天氣資訊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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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